去年八月已到康瑞鳳胎 做事忽然地区出現大面積的淫水災情 而且淫水的地区很多都是不容易淫水的地方 这种地区让官府有带回到医用地水方式的步骤 从自己的地区看出 这个降雨量已经超过保护车 有的甚至超过两百元 显然看出出我们的传统汁水的方式是有不足的 我们的官政府为了营养新的淫水災情 在官府所在我们的支持下 尤其国家专家成立统合地区委员会 希望可以用新的地区观念 来推动统合地区的政策 特别在明年度的预算 在这一次明年度的预算 它特别希望说它是一个总和治水的预算 所以说它特别提醒我们 而且在它的时尊包括特别鼓励我们 业务单位除了积极向中央政策兼会以外 它同时有一些汇奉的做事也要同时同步去进行 这个总合地水推动委员会 今天就职业第一次的会议 副管理事件的主席 他表示 美台法院除了总合地水以外 以来这些这行总合地水的方案 中央现在已经定调 六年六百六十一 在那个总合治水的部分 那但是总合治水等于是 之前我们也是延续跟中央 尤其是跟我们基地部的长官 还有基地部长官对话之后 还有在经济会 我们的有一个云嘉南的一个 推动平台 其实也有提到各县市 开始针对总合治水的部分 来进行一些思考 婚人管这项组合地水的部分 是上油补水 中油减少饮水 以及下油放置饮水 提供婚人合理的 荣食地水模式 记者 郁明委 蔡王伯德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